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幕后的 露不了脸的工作 觉得做好了 也没人看见 就不愿去做 这是什么败坏性情导致的 该怎么解决呢 今天 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经历见证 对尽本分总坐在人前的反思 去年五月份 带领安排我们在本职工作之余 兼职浇灌新人 看到带领很重视这项工作 我心想 这虽然只是兼职 但做好了 带领会器重我 大家也都能看得见 我就特别积极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完 就赶紧投入到浇灌新人上 只要有时间 就去找新人 了解他们的问题难处 扶持帮助 有时中午也不休息 尤其是带领直接安排我浇灌的新人 有时我甚至能放下自己的本职工作 先去浇灌 后来 看到每月我浇灌新人的果效还可以 心里就美滋滋的 心想 大家看到我这么积极 肯定会对我有好印象 觉得我既能把本职工作做好 兼职也这么积极 想到这儿 我就更来劲了 还觉得自己尽本分挺有负担 后来 有些浇灌新人的弟兄姊妹 在解决新人的宗教观念时 遇到一些问题 会私下找我探讨 尤其是张月 她刚开始操练浇灌新人 经常找我 刚开始 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 我也会尽量帮忙 有时 也会跟她一起浇灌扶持新人 时间长了 我心里就不太乐意 觉得 这既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也不是哪个带领工人交代的 我得额外挤时间 这样 我休息的时间就少了 况且 就算我做得再好 也没人看见 花费这么多的时间 值得吗 有一次 我正打算休息 姊妹给我发信息 说一个新人 受宗教牧师搅扰 有观念了 她正在聚会 问我能不能帮忙 去给新人交通解决 我心里很清楚 得赶紧交通扶持 不然 新人很容易退去 可想到解决观念 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可能 得沟通很久 才能解决问题 心里 就有点不太乐意 只是勉为欺难地去了 后来姊妹又找我帮忙时 我就装没看到消息 或者找借口 说自己本职工作忙 三番五次拒绝后 姊妹有难处 也不找我了 我感到很失落 是不是我拒绝姊妹次数多了 就不愿找我了 想到这儿 我心里有些难受 这才开始祷告反省自己 灵修时 我看到两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一个人的人性里该具备的 就是良心与理智 这是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良心 也不具备正常人性的理智 那这个人是什么人 笼统地说 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 是人性太坏的人 细节地说 这个人都有哪些丧失人性的表现呢 分析分析 这类人都有什么特点 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自私卑鄙 自私卑鄙的人 做事应付糊弄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考虑神价利益 也不体贴神的心意 对见证神 对尽本分 没有任何负担 也没有任何责任心 他做事时都考虑什么 他首先考虑 我这么做了 神知不知道 人有没有看见 如果我这么卖力 这么实干 没有人看见 神也没有看见 那我费这个力气 受这个苦 也没用 这是不是太自私了 这也是卑鄙的存心 他这么想 也这么做 这里有没有良心的作用 有没有良心的责备 没有良心的作用 也没有良心的责备 狄基督没有良心理智 没有人性 不但不知羞耻 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 就是特别自私卑鄙 从字面上看 自私卑鄙容易理解 就是唯利是土 凡设计自己利益的 就用心 能吃苦付代价 花心思 花精力去做 与自己利益无关的 就视而不见 置之不理 别人爱怎么做 就怎么做 谁打岔 谁搅扰 都不管 都与他无关 说得好听点 叫从来不管闲事 准确地说 这类人就是卑鄙 猥琐 龌龊的人 咱们用自私卑鄙 来定性 狄基督这类人 无论担当什么工作 从来不考虑神家利益 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是否受到损害 只考虑眼前对自己有利的那点活 对他来说 教会的主要工作 只是业余活 他根本不当回事 推一推 动一动 他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只做维护自己权力地位的工作 凡神家安排的工作 福音扩展工作 神选民的生命进入 在他眼中都不重要 无论别人的工作有什么难处 发现什么问题向他反应 话说得多么诚恳 他都不理睬 也不参与 好像与他无关 教会发生多大的事 他都不管不问 即使把问题摆到他面前 他也只是应付了事 除非上面直接对付他 命令他处理某个问题 他才勉强做点实际工作 做个样子给上面看 过后还是忙自己的事 教会的工作 设计全局的大事 他都不关心 不搭理 甚至发现问题也不处理 别人提什么问题 他也是应付应付 支支吾吾 很勉强地应对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还有 敌基督无论尽什么本分 总考虑能否出头露面 只要能提高知名度 他就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地去学去做 只要能出人头地就行 他无论做什么 想什么 处处只为自己的名利地位着想 无论尽什么本分 只争高低 争输赢 争名望大小 他只在乎仰望他的人有多少 听从他 追随他的人有多少 他从来不交通真理 不解决实际问题 从来不考虑 尽本分怎样达到办事有原则 有没有忠心 有没有尽到责任 还有没有什么偏差 存在什么问题 也不考虑神的要求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 这些 他丝毫不理睬 只为得到名利地位 满足野心欲望 埋头做事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这就完全暴露出 他内心充满了野心欲望 与无理要求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受他的野心欲望支配 无论做什么 动力 源头 都来自于自己的野心欲望 与无理要求 这就是典型的自私卑鄙的表现 神皆是低基督一类的人 自私卑鄙 唯利是徒 他们尽本分 只为个人利益图谋 只关心自己是否能得到地位 能否被人高看 根本不考虑神家利益 能出头露脸的事 他们就肯花心思 受苦付代价 没利可图时 看到别人本分有难处 教会工作受亏损 也都视而不见 低基督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是在利用神 利用本分 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 完全把本分当成了 为自己谋取名利地位的工具 我觉得 我的情形与低基督的表现 一样 对待本分 我首先考虑的是谁交代给我的 我做了 别人能不能看见 会不会让人高看 自己得不得力 看到浇灌新人这个本分 果效好了 大家都能看得见 我就表现得格外积极 哪怕先放下自己的本质工作 也会浇灌扶植好新人 总想在别人心里 留个好印象 可后来 姊妹私下找我帮忙时 我觉得 即使我做好了 也没有人看见 还得花费不少时间 我就很不情愿 新人被宗教牧师搅扰 急需交通真理 扶持帮助 就因为耽误我一点休息时间 我就不乐意 想想每个新人 接受神的末世做工 都是借着弟兄姊妹 一次次传福音 交通神的话 他们才来到神的面前 这背后 都饱含了神的心血代价 可我不体贴神的心意 也不考虑新人的生命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觉得花了时间 付了代价 却换不来别人的高看 就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如果新人退去了 我留下的 将会是永远的亏欠和遗憾 想想外邦人 不管做什么事 都是例子当头 奉行的 是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不利不起早的处事哲学 人人为己 不顾别人 都变得越来越自私 冷漠 在利益面前 完全丧失人性 我信神多年 享受神这么多年的 浇灌供应 对待教会工作 我的表现 却和外邦人一样 能出头露脸的事 就争着抢着去做 对自己脸面地位 没力的事 我就袖手旁观 油瓶子倒了也不服 看到凭这些撒旦哲学活着 让我越来越自私卑鄙 没有人性 其实不管我自己 交惯新人 还是帮弟兄姊妹扶持新人 都是教会的工作 是自己该尽的责任 本分 可我却表现出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这更让我看清 我之前能积极浇灌新人 并不是出于对工作有负担 而是为了让人高看 是在利用尽本分的机会 为自己谋取名利地位 流露的是狄基督的性情 想想之前 我还常常因为 能兼职交惯新人 自诩对教会工作有负担 神摆着环境显明 我才看到自己的 负担积极力有掺杂 灵修时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是我对自己的所作所行 有了准确的衡量 全能神说 衡量人的所作所行 是善是恶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看人心思所想的 所流露出来的 所行出来的 有没有实行真理的见证 有没有活出真理实际的见证 你没有这样的实际 没有这样的活出 那无疑你就是作恶的人 作恶的人在神那怎么看 就是你心思所想的 你外表做出来的 不是在为神做见证 不是在羞辱撒旦 打败撒旦 而是在羞辱神 处处都是羞辱神的记号 你不是在见证神 不是在为神花费 不是在为神尽上你的责任与义务 而是为你自己 为自己是什么意思 准确地说 就是为撒旦 所以 到最终神会说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你所做的 在神那不是善行 反倒成恶行了 不但得不着神称许 反而被定罪 这样信神到底图什么呢 信到最终还不是一场空吗 看了神的话 我明白了 神衡量人善恶 不是根据人外表行为的好坏 也不是看人付出花费多少 而是看人做事的存心出发点 是不是实行真理 是不是在见证神 如果一个人外表的行为 在人来看很好 能让人竖大拇指 但存心出发点 并不是为了见证神 而是利用尽本分的机会 笼络人心 为了得到别人的高看夸赞 在神眼里 这就不是善行 而是作恶抵挡神 不仅不能得到神的称许 反而被神定罪 最终还得遭到惩罚 再看看自己 我做事总是做在人前 能让带领工人 弟兄姊妹高看的 我就热心去做 外表看似积极有负担 可解剖我做事的存心动机 不是为了尽好本分 而是做面子活 为了赢得弟兄姊妹的好感 让他们都高看夸赞我 当我觉得自己做了 别人也看不见时 就是教会工作受亏损 我也不想搭理 还撒谎找借口 拒绝推脱 看到我所做的 都是为了两面地位 个人利益 即使外表看 我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恶 也没有给教会工作 造成明显的损失 但我的存心 是在满足个人私欲 在神眼里 我所做的都是恶 是被定罪的 我继续反省 同样都是浇灌新人 为什么 我会采取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 为什么 对于自己分内的工作 带领交代的活 我能积极去做 弟兄姊妹有难处需要帮助 我却能视若无睹 表现得如此冷漠自私 翻行中 我发现自己里面 有一个错谬的观点 我觉得本职工作 还有带领工人交代的事 才是本分 若有特殊情况 弟兄姊妹有难处 来找我帮忙 哪怕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也觉得 这不是自己的本分 不想搭理 想到神说 看人看事 得以神话语为根据 以真理为准则 我的观点 是否合乎神的话呢 寻求中 我看到神的话说 不管怎么说 只要是与神的工作 与福音扩展工作 需要有关的 人都应该从神领受为本分 本分 往大了说 是一个人的使命 是神给的托付 往小了说 是你的责任 你的义务 既然是你的使命 是神给你的托付 是你的责任与义务 那尽本分 就与你个人的私事无关了 人对待本分 该有的态度是什么 第一 不能分析 不能看是谁安排的 应该从神领受 是神托付自己的本分 该顺从神的安排 把本分 从神那儿接受过来 第二 别分高低贵贱 别管是什么性质 也别管 尽这个本分 能不能露脸 是目前还是幕后 别管这些 还有一种态度 就是顺服 主动配合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只要是与神的工作 与见证神有关的 都是本分 不管是不是教会安排的 有没有人吩咐 是谁交代的 是不是自己分内的工作 都应该从神领受 当成自己的责任义务 尽心尽力做好 这才是体贴神心意的人 才是神家的人 可我却把本分 划分了范围 在我看来 如果不是自己本职工作 不是带领交代的活 那就不是我的本分 不管出现什么问题 都与我无关 我高兴了就伸把手 不高兴了就一概不管 不操心 就像外邦人打工赚钱一样 拿一份工钱干一份活 除了自己分内的 只要自己不得力 就是看到教会工作受亏损 也不愿多做 我不就是神家里的外邦人吗 神家里的人心里有神 能体贴神心意 凡是以神家利益为重 这样的人 看到教会工作受亏损 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 有没有人安排自己 是否能露脸 都能力所能及地 尽上自己的责任 维护教会的工作 尤其是在国度福音扩展之际 弟兄姊妹都在争先恐后的 传福音浇灌新人 许多弟兄姊妹都身兼多指 能多单一样 就绝不止尽一样本分 可我享受着神的供应浇灌 却只考虑个人利益 尽本分留余地 我哪有良心理智啊 就我这样对待本分的态度 怎能不让神验证呢 认识到这儿 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也看到自己的看事观点 太谬望了 不久 聚会时 我听到一些外国新人 交流他们 接受全能神的 做工以来的精力感受 言语中 都满了对神的感激 也很感谢弟兄姊妹 能把福音传给他们 耐心地浇灌他们 很多新人都激动地流泪 听到这些 我的心深深地被触动了 也跟着一起流泪 看到接受神做工不久的新人 都纷纷起来见证神 我为之激动 又想到之前 我一次次拒绝 扶持浇灌新人 更感觉蒙羞惭愧 我想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你能用具有时代意义的 合适的语言 将神在每一个时代 发表的性情 具体地表达出来吗 你经历神漠视的做工 你能把神的公义性情 具体地说出来吗 能把神的性情 见证地清楚准确吗 你将怎样将自己的 看见与经历 告诉给等着你牧养的 那些饥渴慕意的 可怜的 贫穷的 虔诚的宗教信徒 等候你去牧养的人 将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你能想象得到吗 你肩负的重任 你的托付 你的责任 你都知道吗 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 你将怎样做好 下一个时代的主人 你的主人翁的感觉 是否强烈 万物的主人怎么解释 真是生物与世界的 所有的物质的主人吗 你对下部工作的进展 怎么打算 等着你去牧养的人 该有多少 你的任务是否很重 他们贫穷 可怜 瞎眼 不知所措 落在黑暗之中哀嚎 路在何方 多么可慕光明 犹如流星一样 突然降下来 驱散着将人压抑了 多少年的黑暗势力 苦苦巴望 日思夜想 有谁尽都知晓 这苦难深重的人 竟然在光滑过之日 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 不得释法 何时不再哀哭 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 竟这样惨遭不幸 无情的绳索 凝固了的历史 早将其封锁在其中 哀哭之声 谁曾耳闻 愁苦之态 谁曾目睹呢 你可曾想到 神的心 何等忧伤着急 怎忍看着亲手造的 无辜的人类 遭受这样的折磨呢 人类毕竟是经受过 毒害的不幸者 虽然今天幸存下来 但谁知人类早已经历了 恶者的毒害 难道你就忘了 你是受害者中的一个吗 你不愿因爱神 而努力地将这些幸存者 都拯救回来吗 不愿献上自己所有的力量 来环抱那爱人如爱 自己骨肉的神吗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被神使用 来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 你真有心智 有信心 活出一个有意义的 虔诚地侍奉神的人的一生吗 从神的一句句问话中 我感受到神那份焦急的心 神不忍心看到 那些还没有听到神福音的人 活在撒旦泉下 遭受撒旦的残害 践踏 同时 神也在期望 能有更多的人 体贴神的心意 为福音工作 献上自己的权利 想想 想想刚信神那会儿 就知道神末世的工作 要扩展全语 一想到福音扩展的空前盛况 我激动不已 希望自己能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尤其是弟兄姊妹 很羡慕地说我会外语 以后传外国人 可以派上用场 我心里 就有一种责任感 想想恩典时代那些使徒 为了传扬神的福音 撇下一切 甚至献上性命 我心里 就有一种感动 就受激励 愿意传福音 尽上自己的本分 可在事实的显明中 我的身量 小得可怜 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名誉地位 得不着力了 别说撇下一切 献出性命了 就是少睡点觉 都不愿意 尽本分 没有一点忠心 认识到这些 我心里很受责备 向神祷告 神啊 我太自私了 我尽本分 我尽本分 只考虑自己 丝毫不体贴你的心意 不配成为神家的人 神啊 我愿意悔改 不再这么自私卑鄙地活着 我看到神的话说 凡是尽本分 如果一个尽本分的人 如果一个尽本分的人 连这点都做不到 那还谈什么尽本分 这就不是尽本分 这就不是尽本分了 你应该先考虑神家的利益 体贴神的心意 考虑教会的工作 把这些放在第一位 其次在想 自己的地位站没站稳 别人怎么看自己 分两步走 这样折衷一下 你们是不是就感觉 容易一些了 这样实行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达到满足神 不是一件难事 另外 你能尽上自己的责任 尽上自己的义务与本分 放下私欲 放下自己的存心动机 体贴神的心意 把神家的利益 把教会的工作 把自己该尽的本分 放在第一位 这样经历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这样做人好 活得光明磊落 不是卑鄙小人 活得不是窝囊 龌龊 卑鄙 而是光明正大 这是人该活出的形象 是人该做的 慢慢的 你心里满足 个人利益的欲望 就越来越小了 当你产生私心 为自己图谋利益的时候 你意识到了 就应该祷告神 寻求真理解决 首先应该认识到 这样做的实质 是违背真理原则的 这样做对教会工作不利 属于自私卑鄙的做法 不是正常人该做的事 应该放下自己的利益 放下自己的私心 应该为教会工作着想 才合神的心意 经过祷告 反省自己以后 如果真认识到这样做 是自私卑鄙 就容易放下自己的私心了 当你放下私心 不为自己图谋利益了 心里就感觉踏实 有平安喜乐 就觉得 做人应该有良心 有理智 就应该为教会工作着想 心里不能注重利益 那样太自私卑鄙 没有良心理智 做事没有私心 能为教会工作着想 完全为满足神做事 就光明正大 活得就有价值 这样活在天地间 光明磊落 活出的是正常人性 是真正人的样式 不但对得起良心 也对得起神赐给的这一切 你越这样活着 心里越踏实 越有喜乐平安 心里越有光明 这样 不就走上信神的正轨了吗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临到本分 得凡是以神价利益为重 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 能否得到别人的高看 而是先想 怎么做对教会工作有利 当自私卑鄙的想法出来的时候 能寻求真理 寻求怎么做 符合神的心意 这样实行 才能满足神 良心才平安踏实 活得才有点人样 后来 我看到一个交惯的姊妹 因为外语不好 和新人交流有障碍 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 我主动帮助姊妹扶持新人 有一次 姊妹要找新人 比诺的弟兄沟通工作 姊妹找我帮忙 当时新人的网络不太好 听不清楚我说话 我就得多次解释 有时我正说着 新人就掉线了 我们都很着急 我心想 按照这个进度 啥时候能沟通完呢 得花费我多少时间呢 想到这儿 我就不想帮她了 这时 我意识到 我又开始考虑自己的利益了 就在心里 祷告神 调整自己的情形 心态就能扭转一些 看到弟兄网络差 频繁掉线 我就在心里默默呼求神 后来 通话就正常了 而且 我说什么 比诺的都能听明白 沟通 比我预料的顺利的多 这样实行 我感到平安踏实 感谢全能神 这篇文章读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